伊丽莎白医院有一位组织病理学医生 就确诊新型冠状病毒病 他就和昨天在这里公布过的初步确诊那位医生 是同一个化验室工作的 这位确诊的医生和昨天初步确诊那位医生 都是不需要接触新型冠状病毒病的病人 或者是新型冠状病毒病的病毒的样本 另外就有一位同一个部门的医生 是被列为密切接触 是会安排检疫 医院已经为同一个部门的77位的同事 做了新型冠状病毒病的测试 暂时没有再找到其他阳性的个案